肺炎疫情升温 英国出现了变种病毒 以往感染肺炎的症状 包含了有发烧 咳嗽 味觉异常等等 不过最近国外的研究发现了 少数感染肺炎的病患 痊愈之后竟然出现了 妄想 幻觉 偏执等等的精神症状 像是有人认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 还有人把宠物猫当成了狮子 医生表示这可能是肺炎病毒的 免疫反应过程当中 产生了神经毒素 影响到大脑导致的精神症状 台湾发现首例肺炎英国变种病毒 而以往感染肺炎的症状 包含发烧 咳嗽 味觉异常等 但最近国外有个案 发现少数感染肺炎的病患 痊愈后会出现妄想 幻听 幻觉 偏执等精神症状 像是有人认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 还有人认为护理师是魔鬼 更有人把宠物猫当成了狮子 武汉病毒是可以侵犯脑神经的 是可以造成脑病病的 甚至有这些轻患解放 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脑病变所引起的 医师表示这些情况 可能是因为肺炎病毒的免疫机制启动时 产生神经毒素进入到大脑 导致脑损伤造成的精神症状 但真正的原因还无法确定 而感染病毒后产生的精神症状 也不是只有肺炎有 像是之前的SARS MERS 也都有出现患者痊愈后 产生精神病的案例 你得到以后你要提升你的免疫系统 不外乎从休息 饮食跟适当的活动或运动 来增加你的免疫系统 专业医师表示 现在疫情升温 民众注重防疫 除了一般的防疫措施 请洗手消毒 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离外 正常的生活作息 适度的运动 都是有助于避免感染风险 借江吴福燕台中报道